9月9号已是地震救援抢险的第五天 在卢定6.8级地震镇中墨西镇附近的道路抢险现场 两台挖掘机在巨大的滑坡体上作业 一侧是百米深的悬崖 一侧是几十米高的塌方 地震发生后 从镇中墨西镇通往海螺沟景区的唯一道路 019线道损毁严重 30多处垮塌 使得海螺沟景区成为孤岛 来自甘孜公路、蜀道集团等多方救援力量 正对道路进行全力抢修 路基全部消失了 面临了几个困难 一个是单向绝境 雨震不断 所以说超市了我们机械不好开展工作 大雨 这个对我们的抢险安全 超市了很大的威胁 还有我们在抢救工程中 还要抢救我们被买的材料 据了解 019线道的抢修工作 从9月6号一大早开始 截至9月9号50 共抢通2.2公里 今天中午吧 抢到金刚平大桥 然后兵分两路 这样呢 就能够把这个左里面能够打开 还剩下的10公里路 有30多处跨坊 其中有一处 整个有1公里多的路基 全部都跨塌掉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两台挖掘机在巨大的滑坡体上作业 清理堆积在路面的大量吐石 刚挖开一个缺口 挖掘机前进几米 身后高处的土石又滚滚落下 有些时候呢会突发的 就是我们刚好挖好的地方 然后突然前面又垮掉 垮掉以后我们得 必须得要重复的 要重新去注意到 那么第二次的注意的话 那么危险性设备要大一点点 因为它是不坚定的 那个山上滚 所以说我们的就是眼疾手快 再害怕我也得努力 然后把它抢通 据了解 为保证尽快抢通019线道 开辟向海螺沟景区延伸的生命通道 目前现场供配有抢险人员35人 投入四台挖掘机和两台装载机参与作业 据悉 截至9月8号 共济核查镇区公路里程16708公里 发现镇区公路桥梁等累计受损172处 主要类型为边坡垮塌和高位滑坡 目前交通运输系统 共出动700多套器具2000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